让靠靠的身体 无缺心 直到我们 看见无事 主持人姐妹早安 早晨让我们带着一个敬拜 敬畏的心 还有一个呼求的心志 用这首诗歌 我们好像站在破口当中 要为这个时代来祷告 愿神透过我们的敬拜 在我们的地上做心事 我们来祷告 站在破口中 为这时代呼求 流泪如何清醒如水 祈求不平均 我们的呼求 要震动这时代 靠着圣灵 祷告的火 祷告的火 来奉上我们 祷告的火 来奉上我们 火 预奉上我们的祷告的火 我们的呼求 快死回来 到我们的中央 靠着时代 靠着圣灵 祷告敌果 来奔向我们 愿你心情 守望你的举 待信心坚定的那筹笛 用你的话语争战 宣告敌果如降临 当心不求永不放弃 青春夜晚春夜守望 将你救也离你的心 大神不求永不放弃 青春夜晚春夜守望 将你心已释放这时代 大神不求永不放弃 青春夜晚春夜守望 将你救也离你的心 大神不求永不放弃 青春夜晚春夜守望 将你心已释放这时代 天护沏们 青春夜守望 天的 character 守望祢的君 爱心心坚定 一档朝廷 用祢的华语成佳 圣道祢 国度降临 圣道祢 国度降临 圣道祢 国度降临 是的主主要愿祢 兴起众百姓都成为祭司 一起站在破口为这世代来呼求 主要把一个耶利米的心赐给我们 主要让我们持续的为今晨到夜晚 都为这个世代来守望 主要把一个你的眼光跟你的心智 还有那个得着灵魂的渴慕 放在你的百姓 放在你的儿女中间 使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心智 就是主我们要看见 你的国在地如在天 更多的灵魂要起来得救 更多的人要起来归向主 更多的人要被你兴起成为地上的野跟地上的光 祷告奉靠耶稣得神的名求 Amen 今天我们要分享耶和华和积淀的刀最后一个系列 效法积淀和三百勇士 愿我们被神兴起成为这个世代的三百勇士 成为祷告的大军 然后成为行动的军队 让我们能够为神扩张境界 为我们神得人如鱼 也为神得地为业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一小点 摩西 耶稣亚和士师纪的神 士师纪第二章第七节说 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我们看到摩西的世代纵使有金流毒事件 但是摩西起来在那个世代为神葬立的时候 百姓的心还是被移转 回转来到神的面前 接着是耶稣亚的世代 耶稣亚和那时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耶稣亚既几乎是一个逢战必胜的时代 因为耶稣亚的心向着神 而当代的长老辅佐他 所以纵使神人摩西不在 他们还是在那个世代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 今天无论是在摩西世代 约苏亚世代的神 在四世纪那个黑暗的混乱的世代里面 神还是主动的愿意向神的百姓显明 祂是神 何况今日的我们 只要我们寻求神 神一定会让我们寻见 不过我们也在思考 为什么从摩西的世代到约苏亚的世代 再到四世纪的世代 摩西已经设立一个 好像制度的建立 因为摩西设立了祭司制度 所以亚伦还有立位的后代 要永远势力在神的面前 成为祭司 带领百姓 要来侍奉耶和华 约苏亚那个世代 约苏亚非常尊重祭司 所以常常要求问祭司 寻求神的意见 但是到四世纪 我们看见 好像祭司都不见了 约苏亚分地的时候 其实有十三个支派 因为约瑟支派 被神兴起得到双辈的祝福 所以马拿西跟以法连支派 起来跟他的俗伯并列 但是成为十二支派 是因为有一个支派 立位支派完全被分别出来 代表百姓陷在神的面前 他们不得地为业 但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 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教导百姓 一直行在神的律例典章 蒙神祝福 我们不知道 好像祭司制度才设立不久 当代的祭司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然后我们看见 约苏亚在临终的时候宣告 你们可以自己选择 但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不知道 敬前的父母那一代 到下一代 好像信仰也一直流失 但是我们也可以思考 好像约翰耶稣所说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手下 所以我们人心因为坠入了这个世界 我们自然的是倾向远离神的 因此我们需要 需要按着神的心意 要去教导 自己先在神面前领受 要去教导 教导下一代 当约苏亚和那些 看见以色列人 神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 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那如果一代过去 就会一代不如一代吗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就有一个使命 我们要去传承最美好的产业 百姓在旷野的时候 其实四十年也很安逸的 因为不必耕种 因因每代子 每天玛纳会下来 真的缺水 那摩西会想办法 给神要水 有时候想吃肉 也会有肉 所以好像其实 也还蛮悠哉的过日子 那为什么要这么尽辛苦 去进迦南的应许之地呢 因为应许之地 圣经说一过迦荡河 脚踏入迦荡河西的时候 进入迦南地 那一天开始就没有玛纳了 他要进入一个流泪撒种 才能欢呼收割 进入一个众语收的率 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地 进入迦南地 还要去征战 才能得地为业 因为进入众语收的率 第一个才会有产业 第二个才能够传承 旷野不毛之地 随便要多少地都没有用 盲荒之地 但是迦南美地 寸土寸金 要打下来 还要去耕种 但是他就会给我们一个报答 就是把产业生在其中 约书亚看见不只有产业 他说我们要传承这个产业 最重要的传承 就是把美好信仰 敬畏神的传承 要传承到我家里面 好叫他世世代代持守在神面前 可以不断地蒙福 摩西的神 约书亚的神 世世纪的神 今天也一定要成为我们的神 所以第二点我们要看 当代的世世 也是今日的你我 在黑暗混乱的世代 神还是主动地会去寻找人 可是神要寻找的是世世 今天神也在寻找一个 愿意被神使用的人 可以被神兴起 不见得是当代世世的角色 但是我们一个改变 那个改变不单是祝福 我们自己的生命 在永恒中有美好的散世 我们可以在神给我们现有的角色 职责托付上面 我们就会有一个影响力 就会有一个恩高 祝福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当代的世世 怎么样改变那个世代 今天只要我们愿意 所以在四世纪二章十六节说 耶和华兴起世世 世世就拯救他们脱离 抢夺他们之人的手 我们看到四世纪 其实它就是一直在循环犯罪 犯罪受苦 受苦哀求 哀求神拯救 可是拯救以后 应该就进入一个丰盛安苏的日子了 可是却一直循环 一旦拯救安苏了 又犯罪 犯罪又受苦 受苦又哀求 哀求又拯救 一直在那个循环 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但是今天的我们 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知道摩西的神 约苏亚的神 连四世纪黑暗混乱中的神人 就显明他自己 神也在寻找 愿意回应他的人 就可以被神兴起 所以今日我们也可以 如同世世一样 被神兴起 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 所以我们要从世世的身上 学功课 包含从积淀的身上 积淀 他信心的旅程 也经过挣扎 也经过难处 他一路走来 他却激励我们 原来神可以使用一个 这样胆怯 这样软弱 但是愿意真实 向神敞开的人 被神兴起 使用到这个地步 三百人 就能够去攻打 十三万五千的大军 所以第三小点 我们也要看 神乐意使用 今日的积淀 但是可能在这个世代 神要积淀 有三百勇士 神在这个世代 这个季节 更乐意使用 三百勇士 四世纪七章 十五节到十八节 积淀听见这梦 和梦的讲解 就敬拜神 回到以色列言中 说起来 约会已经将米店的军队 交在你们手中了 于是积淀将三百人 分作三队 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 瓶内都藏着火把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看我行事 到了银的旁边 怎样行 你们要怎样行 我和一切 跟随我的人 吹脚的时候 你们要在银的事 以为吹脚 喊叫说耶和华和鸡垫的刀 只有鸡垫是不能做事的 神使用鸡垫 让鸡垫去带领三百勇士 今天我们看见 这个世代 神好像更乐意使用团队 可能过去的世代 我们看见很多super leader 明星式的领袖 被神兴起 改变那个世代 好像世世世代 但是新约 神建立教会 让我们各按职责 五重职士 各样的恩赐配搭 来建立基督完整的身体 可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天生我才 必有用 我们都是三百勇士 不是一个super leader的世代了 恩典是他一个是super team 以基督为中心 但是彼此恩赐配搭成全 神兴起 那个时候领袖是谁 就是谁 但是我们都彼此配搭 神又在不同的时候 换这个人做领袖 我们都在神的恩典 圣灵的引导中 合一配搭 我们又是基电 又是基电的三百勇士 我们就能够为神成就大事 我们一起向主来回应祷告 第一个祷告 求神启示我们 怎么样在摩西 耶稣亚和四世纪的神 光照我们 今日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神 我们更要认识神的真实 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代 也能够被神来使用 我们同声开口祷告 哈利路亚 祝我们赞美你 祝我们赞美你来到天前 你过去今日直到永远 你是不改变的神 祝我们摩西的世代 耶稣亚的世代 四世纪的世代过去了 今天是我们的世代 我们要被神兴起 我们要被神使用 我们要来转化这个世代 求你让我认识你的真实 你过去怎样行事 你今日仍在行事 你寻找那些愿意的器皿 可以被你兴起 被你使用 祝我们在这里 向你回应说 求你开遣 使用我们 谢谢主 众光之父万人的父啊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主谢谢你赏识 主般的恩赐给我们 主你过去如何拣选 呼召你的仆人 你如今仍然拣选 主在基督耶稣里 你将更大的恩赐 跟祝福赏赐给我们 是要叫你的众儿子起来 众儿女起来 效法你做你要做的事 主你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得比你更大 在更多的时间里面 更多的场域当中 更多的事件上面 与你同工 让你的国真实 降临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主你提醒我们 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我们要在真理里 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要保守自己 藏在你的爱中 仰望基督耶稣的怜悯 直到永远 主让我们真实能够 可以去经历到 那一个时刻 与你相亲相连的恩典 好叫我们在位分上面 在我们所行的事上面 与你对齐 主今天我们再一次 向你来呼求 主愿你真理的光照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好叫我们可想你 渴慕你 反应你 主让我们真的 遵行你的道路 通往真理和生命 在丰盛有余的一切上面 站立的文 因为我们真知道 与我们同征战的是神 以自己 祝你要以你的名 引导我们走一路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也一起再向主祷告 我们不知道摩西 约书亚所设订阅 所设立的祭司制度 为什么到世事时代 祭司整个都不见了 没有办法教导传承 那个世代的百姓 来专心仰望神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家庭中间 为什么父母的职责 传承信仰的职责不见了 但是今天新约的我们 神使用我们 都是君尊的大祭司 甚至我们中间做父母的 神给我们最大的托付 就是把信仰的产业 能够传承到下一代 我们一起为自己祷告 求神使用我们 成为世代的祭司 使用我们做属灵的父母 我们一起同声祷告 哈利路亚 祝我求祢怜悯 求祢怜悯 求祢怜悯 祝我信去我们 因为祢使用我们 君尊的祭司 祝我在这个祭司的角色上面 我们要做生人之间的桥梁 祝我我们要将神带到人间 祝我赛美你 谢谢祝祢正在鼓励我们 祝我赛美你 今日女生就叫我们先祢 祝祂是由我们 为我们中间做父母的祷告 祝我求祢能带 求祢是父 祝我让我们能够兴起 能够传承 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不要停在主的正路中 谢谢祝 亲爱的天父 感谢祢的救恩 主要祢说凡信靠祢的 祂和祂的一家都必得救 主要愿每一个家庭的基督 都能够举起这个救恩的杯 为家人来呼求这个全家得救的恩典 要再次充满在每个家中 主要愿祢来医治 恢复每个家庭 宣告一切的咒诅都要被破碎 破口都要被堵住 让神祢所预备的祝福和恩膏 能够源源不绝地从上一代 传承到下一代 主要们也特别为那些基督徒的父母 或者是属灵的父母来向他们祷告 主啊愿他们都能够有一个牧者的心肠 为自己的儿女做属灵的遮盖 透过祷告把每个孩子 主啊把每个神的儿女都带到神的面前 祝福我们的下一代 都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活 父母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母亲 世世代代都敬畏你 并一同来侍奉你 祷告奉靠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不只是为自己有属灵君尊的祭师职份 做神人之间的桥梁 能够把神带到人间 另外我们也要好像今日 神当初使用积淀世诗跟祂的团队 今天神也正在呼召我们 一起加入耶和华的军队 就从加入耶和华的祷告大军开始 我们一起回应神 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地祷告 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 神的命令呼召在我们身上 我们一起同声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赞美你 谢谢主事的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是在兴起 主啊 团队 主啊 这一个团队的世代 主啊 你兴起我们 呼召我们 加入今日 祷告的大军 好像积淀的三百勇士 天一不可 我们都在其中有份 我们赞美你 谢谢主你 正当鼓励我们 祢乐意寻找 乐意兴起我们 我们在这里 求祢恩高我们 求祢兴起我们 求祢使用我们 主要让我们世代可以传承 祢在我们圣经中 美好的信仰 是亲爱的主 赏赐的圣灵啊 求祢照着父神所应许的 将祢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将祢的灵浇灌 你的仆人和使女 是的 主耶稣 在这兴起的世代 在这团队兴起的世代 主啊 赐给我们 这因着圣灵而生的人 合而为一的心 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有能听的耳 使我们都能够听 听能听见的 看能看见的 都能够来快跑的 来跟随祢 让我们真的是来 因着神祢的呼召 来加入主祢 耶和华的军队 主使父神的国度降临 因为我们知道 主祢的国度在这里 是永永远远的 主祢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是如同在天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主啊 是的 祢是摩西耶稣亚 和世世纪中的神 祢是后来先知世代的神 祢是新约时代的神 祢是今日祢我的神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祢 愿祢使用我们 一起被主兴起 加入耶和华 祷告大能的军队 然后我们可以靠主行事 我们是君尊的祭祀 可以将神带到人的面前 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做属灵的父母 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兴起一起加入 神祢所要恩高的团队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 行在这个世代 像行在天上一样 愿荣耀送赞都归给祢 祢祢的旨意 祢祢的旨意 可 minist ändern 更在天上一样 只要父母亲义 用祢的他们 зн地 祢祢的旨意 动不服了 但祢的旨意 祢的旨意